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是的 我们在座的都是浪子 我们曾经是浪子被你找回 或者我们正在被你找回的途中 在人生中我们有许多的角色 我们或许为人父母 为人妻为人父母 或许我们为人姐妹 为人弟兄 或许我们在资厂上是老板 在学校中是教授 我们真的在人生中有很多的角色 但是主啊 今天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 我们都承认 我们都是被生养的 我们都是从做环女开始的 主啊 既然被生养 既然是受造的 就求主赐给我们受造的千倍 既然是被生养的 就赐给我们被生养的孝亲 主啊 如果我们连最起码的人论 都不认 我们如何能够认识你呢 主啊 让我们回到信仰的原点 无论是已经信主的 被图找回的 或者正在被图找回的途中 都让我们千倍复复在上帝的面前 主啊 我们今天存留在这世上 我们动作 我们呼吸 我们做多了任何的事情 都是因为你的大手 来托住着我们 今天若不是你的恩手托住我们 我们堕落所永远的死亡中 是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拍不拍的 愿主开我们灵灵的眼睛和耳朵 让我们今天 真的能够认识你 真的能够相信你 荣耀圆给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我来到这边 是第二天 其实我告诉弟兄姐妹 其实我的灵里一点都不陌生了 我们的教会五十年前 是这个神宝的牧师开拓的 他是我们第一任牧师 其实你们的正道堂 其实也是他来开拓的 所以同时是一位牧师 有异象的牧师来开拓的教会 你说我们的灵里面的渊源有多深啊 OK 在你们教会中 前任的牧师 杨章中牧师 这个也是我的前任 我在这个 印加拉教会 现在就接论他 所以我在想说 神不会愿无故 让我们都联系在一起的 我讲说我们教会中 这个有雅结 我们的前长老 有大天使我们的前知识 会连续两位来到你们中间 所有的这一切 我相信都绝不是偶然 想不到昨天晚上 看到明慧弟兄 他说二十年前 在开拓奥林匹亚教会的时候 相似的 怎么不期而遇在这里 今天晚上我还在他家里吃饭 所以你看看很多的事情 神让我勾起很多的联想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 其实更有趣的 是我的家人 牧师常常被神拆到东拆到西 那一年头 2002年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安息年 就来到了 这个 奥林匹亚 这个地方安息 选亲戚兄弟兄 接纳了我 他有一个心里的 很大的感动 叫亚布兰诺斯 未来他说教会中 有很多的难处 很多的牧师需要休息 我盼望我的家 能够成为一些牧师 能够休养生息的地方 就因着这个意向 我承诺他 第一个接待的牧师 所以安息年 就在他的家里 想不到半年过去了 我的孩子跟我讲说 爸 我不想走 那对于我的孩子来说 只有两条路 一个就是跟我们 回洛杉矶 因为我当初心里的领受 不是来到这边 来误会的 我还要回到洛杉矶去 你如果离开我孩子 我没有任何 没什么钱可以给你 你就要完全靠自己 那时候他19岁 OK 他要在这里求学 他要在这里生活 我坐一个船 我挣着所有的钱都没有 我告诉我的孩子 你要明白这一点 孩子说我要住在这里 他临走的时候 他告诉我爸爸 过去人家都指着我说 这是张子刚的儿子 以后人家会 指着你说 这是查理的爸爸 哇 19岁的年少的孩子 我们在座的 有多少个19岁的孩子 有些已经更大了 他们那时候都是开着胸裤 豪情装饰的 我们曾经也是一样的 两个礼拜以后 我接到电话 孩子在哭 查理你干嘛了 爸爸我出车祸了 人怎么样 人没有什么 车子全毁了 原来他在乡间小厂场开车 对面的车子超车 超过前面就跟他对上了 小孩子当然没有经验 不知道怎么一慌乱 他的车子就飞出去了 几个打工以后 车子都烧了 他竟然在那个时候还能跳出来 哇 这个选亲后来跟我讲 拍了几张照片给我 这个拉拖这个货车的这个 司机说我拖了一辈子的车 这种车祸这个孩子竟然没有一点伤 奇迹 我说孩子啊 你没有责任吗 他说没有责任 警察爸爸送回来了 没有责任 是他的责任 OK 但是他逃走了 他说 孩子 你现在跪下来 爸爸在洛杉矶 你跪下来 爸爸也跪下来 跪在上帝的面前 我跟主说 主啊 你让我的孩子知道 如果在耶稣基督里 神包住他一根骨头都不断 如果出了耶稣 分分钟都是死亡 我孩子临着的时候 我为了祝福祷告 我跟神说神啊 他十九岁了 我把他交在你的手里了 把他扔在尼罗河里 捞起来就是摩西 什么意思啊 摩西的名字就是从水中捞起来 那捞不起来呢 当然就是死亡 父母在这个时候 他必须把这个孩子 再次叫在上帝的手中 求生来看着他 这是我儿子的故事 现在他已经有无大孩子 哇 我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 到了美国以后 计划外生育 又生了一个孩子 我已经讲过了 在我太太 半个沙拉的年 又生了一个孩子 现在这个孩子 也已经结婚了 今天我的题目是 天父的孩子 我碰到大家有一个零 我们首先是做孩子的 今天是为人父母 可能是为人父母的父母 但是我们曾经都是孩子 我们都是被生养的 如果你今天明白这是天伦 上帝告诉我们 你明天就是 就是这个母亲节了 我们要让生养的快乐 要让我们父母快乐 如果你连孝心都没有 你不讲这个天人 你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 严厉的审判 这是非常明白的 我们都是被生养的 所以如果这是一个受造者 胖好你我都有一个受造的谦卑 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上 多一口气都是出于杀的 所以我反过来也告诉 今天你还有孩子在旁边 你要享受他们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 今天你的孩子还在哭泣 还要脾起眼泪 你都要享受啊 为什么 有一天就发觉 我孩子最后一次 在我面前哭泣是什么时候 你就忘记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长大了 今天要跟孩子见一面 并不那么容易 OK 如果你孩子多 有一天 要能够有一个团聚 架成一个大的团圆 并不那么容易啊 我的父母 曾欠债似的不是我们 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 你回想你的父母 OK 他想你一百遍 你只是想他一遍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欠债似的想我们的儿女 我们想他一百遍 他想你多少遍 一遍 我想这就够了 这是上帝生养的一个原则 如果我们的父母 不是千一百遍的 想一种我们 我们这种人 是没有办法活在世上的 我们也这样一样 继承了神给我们的 这样生养的原则 一百遍就去爱护我们的孩子 如果我们不是一百遍的爱他 甚至舍命去爱他 这个孩子是难以活在 这个世界上的 圣经是什么 整本圣经都是一个论理 一个世上的孩子 因着耶稣被找回 重建父子的关系 今天我就先跟你们讲 父子的关系吧 这个孩子十九岁 他们一家 是在我们的 印第的西面的一个 叫Terry Hall的一个小城里面 小城里面 这个孩子十九岁的时候 发生了车祸 他过世了 他过世以后 他的爸爸就拍他的相片 你看到吗 女儿的相片放在自己的手臂上 女儿有一个手机的号码 她们没有促销掉 所以每当爸爸妈妈想起这个女儿的时候 就跟女儿打电话 女儿甜美的声音会传出来 我现在很忙 我等我有空了 我就给你回家 妈妈就在电话中会跟他讲说 女儿我都不想你啊 请你快快回家 他们一个月一个月的延续着这个手机的费用 已经付上了1700块 有一天的晚上妈妈 她开始 突然开始做梦 就觉得这个女儿现在有事情 送到了Emogency 所以她紧急的站起来 这个起床 然后跟女儿打电话 竟然是空号 这也听不到 女儿那个里面的声音了 怎么回事啊 原来 史菲林电话公司 在那天的晚上 进行整个系统的改变 所以她女儿的声音 就永远消失了 她再一次 进入了失去女儿的痛苦中 再给你看一个话 2015年 9年之前 在中国大陆上演了一个 以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叫《失去的孤儿》 刘德华主演 这个故事发生在1997年 一个做老爸的 OK 带着自己两岁的孩子 竟然在农贸市场 竟然活生生地 当自己的孩子被人抱走 这个老爸开始 发疯一样地寻找 自己失去了孩子 他没有办法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觉得死去了孩子 是没有办法再活下去的 只要从此以后 只要听到有一个失账的儿子 可能是他的年龄 可能是他的长相 他开始不管再远 他就开始 启动活动 就开始寻找 整整 那个时候 我记得他报道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他 他已经寻找了40万公里 任何地方再远 他都会去寻找 他把自己两岁孩子的一个照片 放大在自己的背后的 摩托车的旗子上 不知道多少的旗子已经粉碎了 多少遍的旗子再重新的了 他说我只有在摩托车上 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父亲 在寻找我的儿子 这个感恩的故事 最后就拍成了电影 非常幸运的 我在2021年7月的时候 我看到了个报道 失散了24年的儿子 被找到了 今天我要讲什么呢 今天是一个福音步道的日子 我接着要跟大家讲一个 圣经中一个父亲 找儿子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们的主耶稣 亲口告诉我们 圣经中浪子归家的故事是最有名的 有人这么说 如果以一个类肯一个湖 来形容耶稣 整本圣经所有的教导 教训 那么这个著名的浪子的底遇 就是湖中最清澈见底的地方 而如果大文豪图埃斯泰 他讲过 耶稣让子归家的故事 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 这个话是真的 聊聊数百次 耶稣就把三个不同的人物 一家爸爸和两个儿子 描绘的路母三分 呼之于出 最奇妙的是 有一天 你我把自己的名字读进在这个故事里去 那产生的那个震撼的力量 是无法逼你的 亲爱的朋友 你不是无缘无故今天来到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来到这里 福音是永远的 今天我们信了主 你活出福音吗 今天还没认识主的 你明白福音吗 福音是什么 福音说到底是一个论理 是一个时尚的儿子 因着耶稣的牺牲代鼠 重新回到了父亲的家中 请记得 福音从来不是什么理论 福音从来不是什么宗教 福音只是一个父子关系的重建 你原本就是永迦的 你原本就是生长在大富人家的 你从来就不是孤儿 你只是一个浪子 你只是一个离家出走 而已经被耶稣找回 或者正在被耶稣找回的途中 阿们 今天讲到之前 我们要有一个定位 如果没有这个定位 你还是漂浮在中间 你有太多的问题了 你一开始越远 你的问题越大 一夜仗路不见坦三 但是你惊得 真的就进那位生涯你 生涯你爸爸的爸爸的 爸爸的那位上帝的面前 你开始很多的问题 就开始明白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跟我们分享的 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好吗 开始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了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大 浪费制裁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预造了那地方 大造饥荒 就穷扶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个人大发大到田里去放租 恨不得拿出所知的豆家充饥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不公 口粮口鱼 我到底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请你为儿子 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离寒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痴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下 连连与他亲吹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苦人说 把那扇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的尺头上 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 把那肥牛猪牵来 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了 我先讲第一点 离家出走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啊 请你把我印的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 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你有没有看见 耶稣其实在全是一个人类秘史上 最为远古 最为经典的故事 耶稣是在痛心地告诉我们 所有的浪子 原本都是有家的 所有的浪子也都是眼睁睁地 从父亲的家里走出去的 我们人类的祖宗 伊甸园里被造的亚当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浪子 天父上帝告诉他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汁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他分别上而树上的果汁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可见 亚当绝对不是因为不够吃才算罪的 因为上帝告诉他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汁 你都可以吃 只是那棵树 这是我的权柄 你不要超越 你是一个受造者 我作为一个创造者告诉你 不要超越这个 你挑战创造者的权柄 就意味着死亡 神还怕亚当侮辱 还为他造了一个妻子 成为他的帮助 神对他是无为不知的 只是告诉他 你不要超越受造者的界限 所以亚当也不是不够聪明才犯罪的 亚当是够聪明的 上帝可以把万物都带到他的面前 他可以起名字 OK 我在想说 我现在有五个孙儿女 我现在叫他们很难叫 所以我常常叫老大老二 老三老四老五的 就是这样 这是真实的 你真的是有五个十个 你看看你叫叫看 他怎么叫法 亚当不会乱 他不会今天把厨房里的东西 拿到卧室里去 对不对 各存其类嘛 他不会忘记 也不会混乱 甚至他那老婆一样 一样就论诚的 这是谁啊 这是我鼓中的鼓肉 这个人叫女人 你试试看 千古绝唱 OK 文人过客 没有一个讲婚姻 能够讲得像亚当那么透 没有了 鼓肉 就是鼓肉 就是婚姻 那么认诚 我们今天要讨一把老婆 是很难的 亚当也不是缺少道德 分辨力才犯罪的 亚当是因为道德感 有是非感 有行事人意的男人 你看他 还有骄傲待人的恩赐 他知道善恶 也清楚知道 自己和妻子夏娃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亚当也不是不过荣耀 才犯罪的 圣经说 亚当是神的儿子 神是亚当属天的权柄 要他作为上帝 在地上的代表 生养众多 来治理这地 于是我们看到神 亲自把各样的活物 都带到亚当的面前 亚当叫他什么名字 他就叫什么 耶稣告诉我们 令人心碎的是 神的儿子亚当 将天父上帝的恩典 是为理所当然 他不失感恩 更不甘受造 还一心想要 自己的眼睛 与上帝一样的明亮 他觉得自己眼睛 还不够明亮 自己还不够聪明 于是亚当就成了一个浪子 最后 他不是被上帝天父 逐出了伊甸园 整确地说 亚当应该是自己 自觉地离家出走 当上帝在地上里 呼唤他 你在哪里的时候 亚当已经迷失了 他已经在最终堕落了 他已经找不到 自己的角色定位了 找不到自己 归于家的路了 就好像今天我们 照着GPS开车 突然断线 你会怎么样 今天你在 保利亚 在华盛顿 在下渡 没什么问题 你在城市里走 你那天要每天 回家来接你 没问题 但是你今天在别的地方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没有三角定位 天上的那个定位的GPS 你还能找回家吗 上帝就是我们 定位的中心 离开了上帝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在人类历史的长辣上 上帝永远有两个呼唤 第一个呼唤说 你在哪里 至高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 我不认上帝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在哪里 至高你的兄弟在哪里 当我不认上帝的时候 我就不认所欲的兄弟了 OK 亚当的大儿子 因着妒忌 把他的弟弟给杀了 今天 你只要把人的家庭 破开来 为了遗产 为了家庭 What 夫妻相仇 兄弟戏强 每一天都演上演的人间的悲剧 都是因着人不认上帝 在浪子归家的故事里 耶稣并不是在批评一个年轻人 有外出闯荡的勇气 而是在提醒大家 我们每一个罪人 其实都是跟祖宗亚当一样 自觉地离开父家 成为浪子的 并让父亲难过心碎的 92年我来到了美国 太太访问学者 我就跟着来出来北途了 拿了决筑的身份 带着一个十岁的儿子 来闯荡美国 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 我会告诉你 我觉得失去了一样东西 我不会激动的 人生走了半辈子了 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激动的 无非到了美国 能够找一个比较好的人文团境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太太来到了美国 她找我半年来美国 然后那个时候就九道团契 她告诉我 在那里有一群非常可爱的人 他们都是信耶稣的 我的外婆是基督徒 我的妈妈是基督徒 基督徒我的名字 我非常清楚了 基督徒 可能吗 这一群人难道 跟我的外婆 这个小小老太 同样一位上帝吗 当我来了以后 我就跟他一起进出教会了 不多几天 到教会不多几次 牧师就带着一位同工 来探访我们 讲什么话我都忘了 临别的时候他只是说 志高我们祷告好吗 我觉得被挑战了 祷告就祷告 我想外婆祷告 我听得多了 妈妈祷告我也听得多了 现在团契里 进出教会祷告的 前面就是天父上帝 后面就是阿们就好 我说你祷告我也祷告 志高我们跪下来祷告 他还没等我反应 他就跪下去了 跟着来的那个八米 你们都认识 他又跪下去了 我一个客人都跪在前面 我怎么站立啊 我也站立不住了 我就让他在这一起跪下来 牧师祷告完了 来到那个八米姐妹 祷告完了 剩下就是我祷告 那个时候我突然 我在想说圣体 我真的不认识你了 如果真有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你能不能启示给我 当个礼拜内 我就这么 带着这么一心寻求的心 叫了一声阿爸天父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 我讲不出来我开始哇的一声 开始哭出来了 我开始哭出来了 我开始哭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太太开始哭起来了 八米开始哭起来了 牧师开始哭起来了 四个大人全部哭 把我十岁的孩子吓坏了 现在已经四十一岁了 我明天回去看他 他说我记得他先从右边 爬进来看我 看不清楚 右从左边爬进来看我 又看不清楚 那个时候我怎么哭啊 我在灵里师父看到 我自己在人生的秘密中 已经走了三天三夜 我再也走不出去了 死亡就在我的面前 我突然按着父亲在前面 我现在还是要哭进他的怀抱 我就这样哭啊哭啊哭啊 就这么哭啊 自从做男人起 我就没有留过来 我觉得男人是不留留的 好像一辈子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这一流我告诉你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上帝将一个神儿子的灵 放到我的里面 你要知道 你我的口是有权柄的 当我称他为父亲的时候 我的角色就是什么 儿子 当我称耶稣是救主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一个罪人 如果你真的在这心里的诚实上帝认你 就那么一声呼唤 我的灵开始改变 我曾经做过宗旨老师 我是很会跟别人辩论的 走进教会当别人跟我讲上帝的时候 我首先要自导过来自过他 要不觉得很恐惧啊 这个世界我从来40年了 我从来把整个人生建立在一个无神的一个哲学基础上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神 我整个的人生哲学大厂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倒塌 为什么你的父母难以信主啊 你知道吗 他里面有个恐惧你知道吗 他如果信了就否定自己整个的一生啊 是个罪人啊 在你儿子面前承认罪 哪里这样的事情啊 小子你不要跟我讲 我年纪大了不会犯罪 你信耶稣就是好的 就是这样 挣扎在我的里面 防卫过当 凡是有人讲道 要跟我讲耶稣 我就开始跟他辩论 上帝没有让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把我辩论 他知道我们里面的骄傲 如果是这样的 但有一天有个更会说话的人把我辩论 上帝不来这一套 上帝就在那时候开启我的灵 将下上帝儿子的灵放在我的里面 我过去是不会流泪的 今天我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会流泪 唱诗听见证的时候有时候会流泪 我的内心开始发达起来 我开始有一个神圣感 真的 人如果没有神圣感 绝对是行事走路 你知道吗 神圣从哪里来的 一定是超越自己的那位 从上面来上帝来的那个神圣啊 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了 我一直在想 我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嘛 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是在王八人海中偶尔相遇的 他们的结合是什么样的偶然 于是有了偶然偶然的我 我的人生有什么价值 不是强烈的你够灰吗 灰了就没有了 我的人是算什么 什么都没有啊 但是上帝说 我是以我的荣耀造了你 上帝啊我明白了 从事以后在世上 唯一的目标就是荣耀你 没有其他 今天回到中国 我们这些七老八十岁的人 我已经七十岁了 可以说七老八十岁 同学会很多嘛 都是很怀旧的对不对 在路上找路 你知道哪里去 哦同学会在那边 哦我也是同学会在那边 他们在问了资刚啊 你在灵魂那几十年在做什么 哎呀你知道吗 我到探访 婚姻有问题了做什么 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哎你看 林伟干部都差不多嘛 咋做啊 你那搞什么几十年啊 我说我才不是呢 每一个灵魂都是有盘的 老队 一个人没有幸福到幸福 一个人幸福爱主 更爱主 我告诉你 我每天就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它是非常神圣的 我告诉你 当你死的时候 你能存在什么 在你的心里 我说白地告诉你 第一 你会想到爱你的人 第二 你会想到你爱的人 第三 你会想到 你在这个世界上 为耶和华所做的事 其他的事都会过去 我非常明白 没有幸福前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 怕死的人 我除了上帝不怕 因为我不认识他 我什么都怕 越是聪明的人越怕 担心越多 你人无远虑必有禁忧 所以每件事情都要去思想的 走个好多遍 你那么聪明啊 上帝就治你这个人 你过了这个沟 才能过这条坎吗 所以聪明的是非常害怕 下一次失败的 嘿 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 能够认识他 庆祝以后 我写了这小诗 叫《虾一跳》 我说大家都在跑 大家都在叫 我也跟着跑 我也跟着叫 喂 你往哪里跑 你为什么叫 我也不知道 因为大家都在跑 大家都在叫 耶稣把我 拉出了喧嚣的人潮 我这才瞎了一大跳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每个人觉得 自己非常自由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做什么就说什么 你真的那么自由吗 你的整个价值举向 是围绕着整个 世界的一个价值举向 这会做一个坐标 你的人生是随波逐流 就像大概说的一页点舟 你那么自由吗 上帝说得很清楚 罪得很浮 你不会圣灵感的你 你的圣灵没有感过你 但是那邪灵 却挟着你 良心要你做的好事 你做不出来 良心不要你做的坏事 你天天在做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表面上我们道貌暗然 西装隔离 里面却是 外序其中 耶稣在故事里 告诉注意到当初处责的理由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用词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按照摩西的律法 咱只可以得到父亲产业的双分 这个小儿子的意思是说 父亲 我不是你多余的 我不要你多余的 你只要按照律法 把将来你要给我的那预宣 给我就是了 我是你的儿子 我名下的那份 可是我应得的 多少的时候 我们跟浪子一样 觉得我们眼前所永远的一切 都是理所当然的 都是余生俱来的 浪子当然不会去思想 他能够生在父的家中 能够有这份应得的家业 都是恩典 今天 这个应得的想法 不是害死了多少人 甚至叫人堕落到永远的死亡 因为是应得的 你就生在父中不会自主 因为是应得的 你就会觉得人家都是欠你的 因为是应得的 人当他得不到 想要的就会抱怨 就会妒忌 苦毒仇恨 其实作为一个受到的 我们没有那样东西 是应得的 阳光 雨露 空气 不是与生俱来的 智慧 你的漂亮 你的才能 不是上帝一定要给你的 今天你还潇洒地活着 还能这样福利地 美满地享受到这一切 那是什么 恩典 你或许 真的是很努力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 可能比你更努力 但是你成功了 在应得说成功的背后 你觉得有没有那份的恩典呢 所以当年 以色列的百姓 要踏入迦南的前行 耶和华曾经借着摩西的狗 来告诫他的百姓 耶和华告诉摩西 我非常的担心 这群曾经为奴的百姓 他们进入了流浪营运的迦南 他们开始吃得饱足 他们开始建造美好的房 什么都加征了 奴婢加征了 牛鸭加征了 精英加征了 所有的一切都加征的时候 他们会心高气要忘记 他们会心高气要看 这都是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告诉我的百姓 连他们暂时这些货财的能力 都是我给他们的 想一想我们这些出外敞大的人 几十年到了美国 是的 很多的人就把这里当做了一个 迦南的美地 今天我们多少的留学生 无子增科了 我在网上一查 有很多的无子增科 留学生的无子增科 跟你我都会有关的 叫什么 戴博士的帽子 开平牌的车子 挣白黄黄的银子 买豪豪的房子 还有什么 生大胖的儿子 每个如此如此 当然有六子增科 七子增科 你也可以这么讲 当我们一锦还下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对他 心高气要的 对他羡慕我们的人说 这些都是我能力得来的 今天 天父上帝 接着他在灵在对我们说 这些得过财的能力 都是他给的 阿们 在上帝的眼里 一个人只要不识感恩 有应得之心的时候 他实际上就是已经一个 离家出走的浪子了 多少的时候我们跟浪子一样 一意孤行 总以为自己是对的 有的人久听不信 总是在上帝的家外面流浪 有的人是九岁不醒 他都找不到感觉 这个后现代 人们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感觉 现在你出来游玩的话 走这条路或者走那条路 你可以凭感觉 那是蛮有情绪的 因为你设计的再好 一旦计划有变 什么都乱掉了 有时候还是你的感觉 比较有感觉一点 真的是 但是你人生的路 真的能够凭感觉 那是不足取的 有一天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比喻 他说人生都是三剑客 OK 法国作家小中华写过一本书叫 三剑客 三个剑客 什么剑 他说我们人啊 逃不过三剑 第一剑 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 都是几十年 你再聪明再怎么样 我告诉你 对整个人生历史的 这个常活来说 对整个人生历史的 知识的激烈来说 你的剑是叫浅剑 这是第一剑 你我都是浅剑 我们人都活在三维空间 总有一个角度 你是看不到的 有盲点 有拼 OK 这个时候 你的剑叫什么 偏剑 一定有偏剑的 OK 你睁眼睹睹 你真的就是看到这个 下足摸墙也是一场 因为看到那一面是真实的 但是另一面你看不到的 OK 好 如果我们浅剑 再加上偏剑 就等于成剑 所以我们常常是什么课啊 记得 三剑客 我们十二公路 我在洛杉矶有十二年的时间 十二公路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高中 好 OK 六四的 一个六四的老人家 来到闯当美国 你的儿女来到闯当美国 他也学会 没有车子就没有脚马 所以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想去 这个开车 驾照也跑出来了 在洛杉矶跑驾照 因为高中路太忙了 也不让你冒险 所以这个DMV 就是让你下面走一圈就OK了 但是老人家 他一定要挑战自己 要上高中 OK 所以在那个这个周末 这个皇宫的时候 记者最早的时候 他就跟老太婆说 老太婆我要去开车 我要在今朝上十二公路去 老太婆你当心一点 哦 我很要你当心 你看现在这个这个天气又好 又是人之有比越少的时候 老太婆到底爱他老公吗 就想说老周都在说出事情 哎 所以打开收音机 打开电视机 因为有什么问题 马上就有直播可以看到了 真的听过 DMV300宝坡电台说 现在在十二公路上 有一个人在逆向行驶哦 这个老太婆吓坏了 马上一个电话给老 老头 你甘心一点 有个疯子在逆向行驶哦 你知道老头怎么回答说 老太婆 我们所有的车都在逆向行驶 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三千个 我们常常在逆向行驶 觉得所有的人都是罪的 唯有他的东西 有一天 我从爬车天哪 在驾驶 开车下山 哎 左转完 没看收雨灯我左转完 我大大就叫 哎 这应该又不能开的 要左转完灯的啊 我一问雨灯就可以了 有些地方雨灯也要左转完灯的啊 我这个儿子 现在已经结婚了 那时候还小 很快的 是你听到我们在闭话 他就叫起来 警察来了 你这个小子 我说对不起 你不要吓唬爸爸 爸爸不是故意犯罪哦 OK 我还要理事去算 现在把我抓到 抓到这个这个 这个法庭上 我还跟这个法官员求情说 哎 我不是故意犯罪 你知道哪里有一天 我看到一个资料上写的 一个人会被抓住 是400次犯规抓一次 我在想这怎么搞 400次什么意思啊 如果我太多做到我旁边 我可能1400次犯规 大家知道吗 哦 大概400天吧 好 400天抓一次 应该还是很lucky的 对不对 有一天我们在上帝的法庭上 在白色宝座面前 哪一个不一将会说 自己是没有罪的 有人来到教会说他 最不喜欢唱诗歌 有人把人 一定要唱完诗歌 才在经常 因为他说 我叫 天我叫不出来 叫耶稣救治我也叫不出来 我的弟妹就是这样 带他好几次抉择 OK 他说歌啊 听你去讲道还可以 但是我到了教会 我就唱不出这个歌 里面没有神儿子的你 你上帝的家还很远 所以在一个聚会中 我看一个人愿不愿意唱诗歌 是不是真情唱诗歌 我也知道他灵异的状况 有人来到教会 说他是来找宗教 错了 教会是耶稣基督 在地上的身体 应该到教会来找救主 来找基督 因为地上没有一个宗教 能够使你得救 哪怕是你经过认真 比较以后的 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宗教 就是基督教 No 上帝不会认你 有人信了耶稣 称自己是基督教徒 错了 你是基督徒 你不是个宗教徒 是基督救了你 不是基督教徒了你 宗教的虔诚 宗教的情操救不了你 是耶稣基督的牺牲救了你 有人信了耶稣 实时不能受死 与耶稣光恋爱不结婚 做一个地下共产党员 觉得自己这样 进退自如 游论有余 错了 有一天如果我们在 耶稣在父的面前 同样不认你我 那就惨了 有人以为自己 残害教会 就已经是基督徒了 那也错了 我记得 我是在赵俊宇神学院 毕业的 我看到赵俊宇 牧师写的 见证 他在讲说 他说31年 那个时候 在庐山有一个退休会 尼多生是这个 达伟的讲员 他看到赵俊宇的时候 就问他 你是教友吗 教友就是教会的朋友 他说是啊 当然是教会的朋友了 尼多生就问他 你是基督徒吗 他说是啊 OK 那尼多生就走了 他说你弟兄弟兄 为什么问我两个问题 尼多生说 如果你只是教会的朋友 我不放心了 今天你说你是基督徒 我就放心了 所以这个提问 给赵俊宇牧师里面 一个很深的提醒 我们真的要信得真 我们真的要爱得深 有一天我们教会 请了一位美国牧师 来讲道 他很幽默 他说 每周你去教堂 就代表你是基督徒吗 他说不不不不 就像有人 每天去麦当劳 他就是汉堡吗 弟兄姐妹都在笑 但是这个问题的本身 就给带给我们 真的是一个怎样的神 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 一个人是不是浪子 有没有重生 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保罗说得很清楚 那个是要和我们 里面的良心 和圣灵同正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今天我列举教会中 这么许多的现象 是为了在上帝面前提醒你我 什么样的人 才算是浪子 如果现在圣灵光照你 对你说你就是一个浪子 盼望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赶快回家 现在我想第二个 耗尽所有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一起来 过不了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 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产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见那地方大糟饥荒 就穷哭起来 于是去投靠大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途 他恨不得拿出所知的豆家冲击 也没有人给他 耶稣说浪子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这里耗尽的 不只是他从富家带出来的产业 一个远离富家的人 他也必耗尽 付给他的家业 就是他的生命 即使你一生 成绩傲人 即使你一生 合情合理合法地占据了一切 耶稣说得太绝了 你若占得了全世界 陪上我给你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你能够把这一切 来换回我给你的生命吗 有时候我就想 做一个简单的算数 我们的人就是 占领的一个一吗 我们都很盼望 我们背后有很多个一个人 在银行的存款 在这个股票的投资上 成为我们生命中未来的安全感 但是你前面一个一岛 后面的灵里有什么价值吗 原来耶稣并不是在 原来浪子都不是讨饭的乞丐 在上帝的眼里 所有离开富家 在外面游荡 赚得了世界 却赔上了生命的人 都是浪子 我想一个遇到故事给大家听 题目是老鼠爱大米 老鼠爱大米是一个爱情的故事 是的 一个男人 当然 他一直说老鼠看到大米 当然都喜欢 但是这个意思嘛 尝得很滑稽的 OK 我讲的是一群饥饿的老鼠 他们有一天 突然 哭上来 一杠 蛋 哇 老鼠高兴吃了 大家就吃了 每个人都吃得飞胖 一直吃吃吃 有一天吃到了缸底 他们觉得问题严重 我们怎么走得出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说老鼠是浪子 不是因为他们的懒惰 而是他们的短视 多少的时候 我们把自己的努力和勤劳 当做了安身立命的一套 那一样也是浪子 大家都记得 马达的故事吗 以色列百姓 被带出这个 维路之地的 这个 这个埃及 在旷野中 四十年的日子里面 神每天 从天上 降下粮食来给他们吃 以色列人正问 这个像小米儿的小原点 这是什么 什么什么 就变成了马达马达 马达就是神降下来的石鸟 马达是什么回事呢 马达非常的奇妙 他在太阳出生之前 他降下来 那陆水升起 太阳出来以后 他就气化了 所以他告诉 每一个以色列人 神上的子民 必须每天天不亮的时候 就拿着瓦罐 去把一个地上的马达 捡起来 放在他的罐子里 如果 是这样的话 那么 年轻力壮的 眼影手快的 就会有 产生很多 不 上帝的原则是这样 每个人在上帝面前 必知勤劳的 上帝不压难看 你不出宫 不去捡 你就没得吃 但是当我们 希望靠着我们的能力 多赚取一点 积蓄一点 成为我们明天 后天 明年 后天 我们的子中 活下去的 那个依靠的时候 这个像 除了新有 一样的马达 乡田的马达 它会生虫发臭 第二天 它就生虫发臭 上帝的原则是 多的没有鱼 少的 也没有缺 好 那如果每一天 都是取钱马达 我们终究觉得 我们今天 能够滥生虫 就是因为 我们的勤劳 就好像我们每个月 黑切口 或者说 这个 我们的工资 会借着电子邮件 进到我们的邮箱里一样 进到我们的帐户里一样 上帝不做这个事 上帝就开始 每到七天 有一个停顿 明天是安息日 OK 所有在上帝 面前的 承认上帝是你主的人 他里面都有个安息 那一天 他要停下来 他要把荣耀归给神 他里面有个安息 他知道所有的一切 都是神供应的 好 所以在第六天的时候 你可以采集两罐 第七天的时候 不卫生虫 那多出来的一罐 不卫生虫 也不卫发虫 所以到第七天的时候 有人觉得 既然那天是空 我还去捡 有没有马达 没有一个马达 这个功课做了多少年 做了四十年 上帝就要告诉我们 今天每一个百姓 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并不是因为你的勤劳 你的勤劳是 我对你存留生命的一个感恩 我每日不停地供应 才是你安生命命 能够生存的一个前提 这个功课做了多少年 做了整整四十年 这个功课如今还做到今天 今天你如果听到这个道 你去想一想 当你检师马达的时候 当你看到所有的 这样你的生命 在延续的时候 你会把公道归给神吗 你觉得还是自己的勤劳 得到了所有的一切呢 还是上帝给你的公民 我认识一个姐妹 叫Brice 恩典 她是个香港人 很有趣的 她跟我讲了一个故事 她说那一年 我带着两个皮箱 闯到了美国 是一个少女嘛 她在那边留学 就来 这个整个的小趟里面 一个大学生 就是她一个中国人 后来她身段的女人 孩子也慢慢长大 从小在教会里长大 团期里长大 孩子非常聪明 是个老板的料理 开了四家设计 这个四家饭餐店的老板 是够王的 做了这个四家店的老板 教会也不上去了 有一天妈妈就跟她讲故事 孩子啊 我跟你讲 妈妈当年闯到美国的时候 心里只有God 但是我有什么 两个底下什么都没有 所以God加上一个Zero 一个零 等于God 明白 你呢 现在是我感觉是God 解去那个God 等于一个什么Zero 等于一个零 妈妈跟神导告 神啊 如果我的孩子多开一家店 就她就失去对你的一份爱 那么就让她少开一家店 甚至拿去把这个店 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姐妹 她非常的诚实 她跟我讲 张牧师 你不要跟我讲 我只是一个part time的基督徒 把我给吓一跳 这个基督徒还有for time part time的 OK真的 很多基督徒是part time的 然后我说还不是part time的 有人说啊 很多的基督徒是CEO 什么CEO Christmas Easter 公平 今天如果有这样的见证 你说你今天有浪子的灵在里面吗 信仰是很真实的 也许说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预装的那地方 大噪饥荒就穷哭起来 浪子饥寒嚼火 他恨不得拿出所吃的豆家充饥 也没有人给他 浪子真的是非常的可怜 犹太人历来是诸位不解 但浪子穷途莫里 只能给人就放出 想多吃一口为人不止的诸食 别人也不愿意给 这让我联想到 只要人离开天父的家 在罪里跌打滚爬 五十步笑一百步 你今日笑话别人如何不止 明日别人不止 就成为你自己的写照 你永远要记得 人若离开了父的家 就是一个在罪中跌打滚爬的浪子 就一定会去抢尸豆家的 即使你我已经成了基督徒 只要不在基督里 不在父的家里 你一样会去犯罪 一样会去流浪 一样会去抢尸豆家 现在我讲第三点 唯一改之路 我们一起来 他醒悟过来 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不公 口量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吧 我要起来到我父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此以后 我不会再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不公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儿子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会成为你的儿子 耶稣在这个故事里 告诉我们 神十分看住一个人 内心的悔改 我们说一个人 得救在乎上帝的拣选 这话不错 但上帝的恩典 临到的时候 我们回应 是要在里面生出悔改的心 有诗歌说 天父是要把耶稣 当作一个礼物 白白送给你 但是如果你不珍惜 那个礼物给你的机会 就难以留住 如果你不想要 你也永远得不着 圣经说 你们得救本福恩 后面一句话说什么 也应着信 本福恩是上帝 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典 也应着信 是我们对救恩的回应 不只是信有神 乃是相信耶稣 是自己的需要和拯救 所以耶稣十分看重 一个人 罪人在地上的悔改 在路加福音中 他用连续三个比喻 来讲说 他如何去 怜悯罪人 带他们回到神的家上 我们看到 一个 失财的比喻 一个妇人 十个铜板 掉了一个 她在幽安的家里 拿着油灯 走上的角落里 找到了 找到了那个失落铜板 找到就好了 她去敲邻家 隔壁邻居的门 她说我刚才 失落了那个铜钱 我找到了 我们一定觉得她脑子一定有毛病 上次说她就是这样 找到一个多高兴了 不是自己高兴 叫别人多高兴 她说迷羊啊 九十九只羊 一百只羊 九十九只羊圈里 OK 掉了一只 做什么啊 不管九十九只 先去找那个旷野猪的 找到了 受伤了 还把它背在街上 背回来 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九比一 九十九比一还有什么 那就是浪子的比 在路加基因 整个三章里面 你会看到三个故事里面 神在告诉我们 他只告诉我们一件事 一个罪人在地上悔改 天上要也一样 为他如此的高兴 一个人怎么才能进神的国呢 那只有一条路就能悔改 过去我在悟造的时候 我根本不懂 原以为信仰是一个知识体系 很多的时候 我要慢慢学 错了 信仰不是一个知识体系 如果说是一个知识体系 我们就可以想学就学 不想学 不想学就不学 不想什么时候要 就什么时候要 我不想什么时候 就有种种 我还可以对知识的本身 进行一个批判 但耶稣说 信仰是一个伦理体系 是世上的儿子 回到了家中 与他的父亲 重建父子关系 耶稣说 信仰也是个国度 他必须借着 人的悔改而踏入 即使父子关系 伦理关系 也要用在悔改而重建 那什么是悔改呢 耶稣说悔改 不是说道德上的小修小骨 悔改乃是从现在起 改变你前行的方向 改变你的价值取向 原来你朝中的 现在就朝西 原来你觉得宝贵的 现在就认为有损的 就像圣经所说 原来是撒谎的 现在就与你的灵舍 说实话 怎么叫撒谎 多少的时候 我们将事说成不那么是 将不是说成不那么不是 多少的时候为了我们 今天我们不是讲说紫黑外白 这个谎言是个大的谎言 绝对可以靠着自己 努力打通世界 这是个很大的谎言 今天明白了 原来撒谎的 现在就与灵舍说实话 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原来偷窃的 现在不在偷窃 原来淫乱的 现在逃避引擎 并在自己的身体上 荣耀上帝的命 我93年年底奉献 95年我就去 到了洛杉矶读神学 6月离开印第安那 这个来到洛杉矶 找了一个房子 准备9月就开始 古神学 到了11月的时候 心里有感动 要开 打开家 开始传福音 这是我第一次打开家 来迎接木道的朋友 我的同学 他们就去 学长就去接人 我和美影负责的家里 烧菜 然后迎接木牛 这个时候 圣灵突然慌张 家里有不节之物 我跟美影说 哇 圣灵在提醒你 我们家里有些东西要扔掉 原来 我要到家族去读神学的时候 我有10盘 10盘从HBO channel上 录下来的 Reality 6 真正的信 这个电视记者 是用即时的角度 来拍摄 美国人的各种性行为 同性恋 性虐待 跨性别 这是 就是差不多快30年前 就有的这个事情 所以就一个一个 即时性的拍摄 我觉得很冷却 我觉得是很了解美国社会 我就很珍贵 每个礼拜十 我就按时把它录下来 就 到时候我去读神学 就把这个东西 也寄到了洛杉矢 当我打开家门的那一天 圣灵光照 不节之物 我的太太说 这都是新的TDK 我们以后可以翻入英文的 我说来不及会怪下来祷告 一祷告非常清楚 马上扔掉 所以我就扔掉 那一天的聚会 第一天的聚会 圣灵通满 两个礼拜以后 早晨 我领修的时候 突然是流光照 家里还有不节之物 经平门 我是学中文的 OK 在国内没有办法看 全本的精平煤 都是结本的 一万多次 社群了解都没有 所以我在想说 我这品质一定要看 全本的精平煤 信了别说 从英尼达开三小时 到辞加哥 不是只是喝早茶 买点中国菜 不是的 就是为了大本精平煤 闯进书店 就买一个全本的精平煤 不是先就 就精平煤 当初在中国文学史上 白话文学史上的地位 乃是一些研究 我曾经没有看到的 那一万多字的 社群的描写 我写明一个眼睛 虽然说是艺术 另外一个眼睛 绝对是社群的 没有话说 祷告明白了 就把那本精平煤给撕掉 你家里有个精平煤 你留着那没问题 我的脸良心不安 神对我说 就把它扔掉 神是要兴趣上的仆人 来建立教会 但是我们里面 如果没有跟有上帝 那个绝对的心 没有那个圣洁的灵 神不会使用 2000年 我安立为牧师 我来到美国八年 那个时候我可以回去 心里有很大的感动 要跟我的亲人朋友传福音 好几天晚上睡不到觉 太激动了 突然有一天圣灵又光照 你回去回来我就跟你同战 上帝在说什么 原来我出国的时候 偷达到人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的舅舅是个开学律师 他是个民主党派人士 也是个政协人士 那个时候他让我认识了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位艺术教学家 叫张初仁 他曾经是上海花园院长 他曾经为蒋介石六四大厨做齐马青头像 为司徒雷顿做这个等生头像 为齐牌师做等生头像 这样一位历史有名的这个艺术大家 他的经历非常的传奇 我不知道在座的 有没有知道有一本叫丁丁力贤记的 没听说过吗 你的孩子可能听说过 这是世界有名的一本漫画册 连续的漫画册 其中他的作者就是比利时的国际大师 这个艺术教学家 张初仁早年年轻的时候 他用恩赐赔款到比利时留学 就跟这位差不多童年龄的艺术教学家 年轻的艺术教学家相关 他就把日本人要侵犯中国满洲的阴谋 告诉了这个艺术教学家 艺术教学家说好啊 那就派我的小狗米鲁和丁丁去打探 把这背后的阴谋 通过漫画全部写出来 不然他还了得啊 这个艺术教学从来没有到过中国 他连中国字都不识 在中国的街道上 中国的风土人形 怎么能够通过漫画的这个形式画出来 所以张初仁大量的跟他合作 就把整个事件写成了一门蓝莲花 这门蓝莲花发表以后 行持了一个大的国际事件 日本国开始向比利时国提出抗议 说你们污蔑大陆的帝国 变成了国际事件 这个贴族教授 没有自杀就这么活的人 所以我的舅舅就帮我跟他相认了 要我为他的妈写小传 我把他写出来了 这个姓名晚报连续八天在夜光 被复刊上连续发表 发表了以后 我就要把他所有的文明都还给他 这个时候我心里气得叹心 我看出他其中其中的东西 就是那个实际中 我那个时候集友 眼睛看到邮票会发绿 问题是他太值钱了 比那邮票还值钱 所有的邮封是经过邮入的 我就问他找了一个 民国三八年的邮封 他随手给我 心里想哎呀 我要光绪那十七年了 光绪十七年了 光绪十七年了 是什么一个邮封啊 是总理各国事务养 清朝的外交部 写一封信给 袁世凯的国务大臣 陆征祥 陆宗强后来到了比利时 做了神父 跟张崇仁成为忘年之交 张崇仁回国的时候 陆宗强把自己很多的文物送给了这个张崇仁 张崇仁把他带回国 现在这个游风来到我的手中 我心里良心开始增长 我如果问他讨 他不给我 我就永远没有 哎呀 这是毛缝子一张 他一定看不起 但是我是觉得他是太宝贵了 所以你看 我就把他留下来 上海有防潮 所以我把这个防潮机全部弄好 塞料全部密封封好以后 我就出火了 心里想着 如果张先生过世了 我就是百万福 上帝说你回去赶快 我就跟你同载 所以我就回到家第一件事情 晚上不睡觉 先找到我的房间 因为我去了以后 我的房间八年都被我弟弟住 回去就把那个游风找出来 当晚就赶到我舅舅家 我的舅舅很冷淡地告诉我 说你知道吗 张先生过世了 人民日报都写了纪念文章 舅舅做主了 你们妄言之交 就留着这七年了 我说不 舅舅 你说他的孩子们都在法国 有一天你见到他们 他们都认识我 说你就把我的故事来告诉他们 那天的晚上 我的舅舅心中 当我在主面前祷告 感谢主称为 我舅舅为弟兄的时候 我的舅舅不太高兴 你这个外孙八年不想回来 称我为弟兄什么意思 我说舅舅 现在你叫他爸爸 我也叫他爸爸 我们是永远的弟兄 真的 现在我的舅舅早就被嘴尖去了 我看到他的照片 郑魂小弟兄安息着他 永远的一个灵魂被神得罩 我的儿子两个儿子 大儿子十岁的时候 受许的那天 出来以后你知道吗 搭着我的肩盖 爸爸我们是弟兄 哇 进了耶稣好像不能大脚 但是感谢上帝 我们都是神的孩子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盼望我们都能够 像归一家的浪子 听到天父 听到耶稣 听到圣灵对你我的呼范 我们要从沉睡中醒来 借着耶稣的拯救还带你 使我们挥向父的家 使以我的人生的角度 从黑暗转向光明 从污秘转向圣洁 从沉睡转向清醒 好 最后我要讲一点 恩典满满 我们一起来讲 香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好 去抱着他的颈下 连连与他清水 父亲却丰富苦人说 把那上好的套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 把他飞一度牵来斩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人 这个孩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了 浪子归一家的故事 最奇妙 最感人的是 当浪子耗尽了 父亲给他的家业 变得一无所有 回到家里的时候 父亲竟然不算他会有罪 按着律法 应得的惩罚他没有得到 超越律法 不该得到的恩典 他却得着了 耶稣说 当父亲看到浪子归家 香离还远 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下 连连与他亲居 我相信浪子会尽相勤劝 他过去会怕爸爸 不论他这个败家子 不准他再踏进家门 即使不做孩子做 故宫也不准 但是浪子的父亲 是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他不是今天很巧在家门口 正好撞见浪子回家 他是每一天都在等着 离家的浪子归来 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1971年10月14号 在纽约邮报上刊登了一个故事 名字叫 《回家》 Going Home 在长途机车上坐着一位 沉默不语的男子 红车在他旁边的一位年轻的游客 开口盘问他 终于明白 原来他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释放前他曾经写信给妻子 如果你已经另有归宿 我不会责怪你 如果你还念着我 愿意我回来 就在某天的时间 在正口的老橡树上 寄一根黄丝袋 如果没有黄丝袋 我那天会随车而去 永远不再打老命 车子快到目的地的时候 全车的人都开始站立起来 靠着窗的位置上 往外张望 只有这位男子不敢张望 他害怕迎来的事 可能是永远的失望 突然间 全车的人都开始沸腾起来 远远看去 原来在窗口正口的老橡树上 挂着几十三百条的黄丝袋 这个黄丝袋 像欢迎的旗子在迎风飘扬 这个故事刊登不朽 很快就出现了一首不朽的音乐作品 这个动人的故事 被作成了歌曲 名字就叫 《老橡树上的黄丝袋》 有几句的诗句 特别的动人 诗记先生啊 请你帮我看一下 因为我无法承受 即将看到的 我今天 现在仍然在牢中 只有爱才是我的钥匙 我需要的仅仅是黄世达 我需要的黄世达 他可以让我得到释放 随着歌声 这个故事也传办了全世界 黄世达今天也成为美国 欢迎被求之人 重获自由的标记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其实我们在最终的人 都是被求的 耶稣回答得很清楚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用 是的 唯有天父的大爱 才是我们的黄世达 唯有耶稣的救赎 才是打开我们 劳门的钥匙 耶稣告诉我们 当父亲 见到归家的儿子 他是 相离还远 就动了指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下 连连于他心嘴 他甚至还没来得及 听到孩子 一句的表白 我看到我一个画面 父子在云中相遇 儿子几乎和父亲一般高了 父亲却在他儿子的颈像上 亲吻 回家的浪子 多么昂凡不堪 依善难容 但是在父亲的眼里 这个回家的浪子 却是失而又得 死而苦活的 耶稣在继续这个故事 耶稣说 儿子在说 父亲啊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会成为你的儿子 儿子的悔改 是真实的 他 现在 已经明白 在他得罪 父亲之前 首先 得罪的是上帝 儿子的悔改 是真实的 他知道 他的罪 带来的后果 就是失去 儿子的身份 父亲不是 不知道儿子 离家出主的后果 但是他的儿子 即使是一个 离家出主的儿子 都预备了一个 极大的 生命的恩典 那就是耶稣 在十字架上牺牲 为世人的罪 所付上的 使得代价 我们从这个故事的时候 要记得一件事情 耶稣在讲说 这个故事的时候 是在上帝 整个救助计划的 背景中来讲的 是因为他将要成为 这个回家的儿子 背赎的代价 耶稣说得很清楚 神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就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耶稣的话 就是这个故事 最好的宗教 当儿子真心悔改 在上帝面前 儿子说 父亲啊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再是你的儿子 但我们看到 父亲就因着他的牺牲 救助的大爱 不仅不是要回家的浪子 所谓有罪 还将一个曾经失落儿子的身份 再次赐给了他 在父亲的言里 今日回家的儿子 绝不是故宫 仍然是我的儿子 于是我们听到耶稣 继续在说 父亲吩咐他的仆人 把那上好的袍子 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 带在他的尺上 鞋子穿在他脚上 把肥牛肉 牵来 吃喝快乐 戒指代表什么 代表穷柄 当法老认真的约瑟的时候 就把手中的戒指拿下来 让他成为宰相 戒指代表权力 尊严 鞋子 你彻脚站在一个大肚皮鞋的面前 你觉得没有一点的荣耀 OK 让一个浪子穿上鞋子 袍子代表一个儿子的荣耀 父亲家一个家里 一个儿子的权力 尊严和荣耀都赐给了他 没有一个仆人敢小看他 没有一个仆人 不看他为儿子 我们请事情上来 我们来 让归家 这个诗歌 在我们的灵里面 灵烙 让我们的思想 神在说些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 借着一个祷告的心 来 祷告词 一起来 一起来 这个悔感 回到父亲家中的人 是有福的 这个在父亲眼中 不算为有罪的人 是有福的 这个在父的家中 不会看为故宫的人 是有福的 这个可以自由自在 与父亲一起同乐的人 是有福的 这个死而故活 事而又得的人 是有福的 这个穿戴整齐 在父的家中 想要儿子的权柄 尊严和荣耀的人 是有福的 我们可以闭上眼睛 我们可以闭上眼睛 听着这个回家的音乐 来思想 今天圣灵界的这个故事 使耶稣的故事 来告诉我们的一切 我们要说 主啊 我们都是流浪 我们今天被你召回 重建父子的凡事 是的我们或许还在路上 正在被你找回到这种 今天没有一个人 是无缘无故来到这里的 虽然你我 因为有人邀请 我们师父 我们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就来到这里 但是你哪里知道 在永恒的上位面前 早已为你预备了 天使般的弟兄姐妹 他们曾经跟你一样 都是世上的 今天他们得到了 上好的福分 神托付给他们 要把他们心中最好的领受 同样也分享给你 我们曾经都是做儿子的 我们曾经都是被生养的 我们今天仍然在上帝的恩典中 神啊 是给我们做孩子的谦卑 那时候我们不能为你 我们只依靠别人 其实今天也是一样 在人生的汪洋大海中 我们仍然是武力的 在罪中跌打滚趴 我们仍然是被囚的 主啊 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 主啊 你不是跟我们讲理论的 你不是在跟我们进行神学的辩论 你是用你的牺牲来告诉我们 所有人间的爱都是默写的 都是嘴说的 我有你的爱是用学写的 还有一个怎样的人 在我们还抵挡你 不认识你的时候 你就为我们死吧 在这里 我有护照 如果你真的 还是一位护照的朋友 今天你感动 这个星期 你觉得耶稣在对你说话 也有这样的爱 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 举起你的手 耶稣爱你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 如果你有感动 你可以举起你的手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因着上帝的爱 你来到了这里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你心里有感动 你愿不愿意在你的座位上 举起你的手 感谢主 放下来 耶稣爱你 感谢主 耶稣爱你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还有没有 耶稣爱你 今天的晚上是神圣的 感谢主 放下来 耶稣看见你 在神人相交的这样一个时刻 当你举起的手 回应上帝的爱 那是神圣的 感谢主 哈利物要赞美主 放下来 耶稣看见你 耶稣看见了 感谢主 耶稣看见了 你可以放下 还有没有 上帝的样子 耶稣说 我在门外扣门 凡事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你的人生 有很多的眼泪 有很多的挣扎 耶稣都知道 今天他要进到你的心中 与你一同作息 从此你不再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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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你不再来 你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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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再来